好了同学们这一小节我们这个重点看一下ngx的配置文件啊 那我们是在上面啊把ngx给他安装完毕了对吧 安装完了之后来我们回过头看一下 安装完毕之后的ngx目录呀 那比如这个淘宝ngx232里面有conf html 然后logs sbin 我们要找的呢配置文件就在这个conf目录下啊 那我们可以这个来看一下 来我们在这打开一个命令行终端 然后ssh 然后连接上我的这台虚拟机啊 好连上了之后呢咱们 进入到ngx的安装目录下 然后conf目录下 ls筹页 你会发现这里呢有很多这种点conf结尾的啊 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啊都能够被ngx进行一个读取 作为一个配置文件去使用啊 那他最核心最主要的入口配置文件是哪个呢 就是这个ngx.conf 那这个ngx.conf.default呢 就是他的一个配置模板啊 那我们可以打开这个主配置文件看一下 vim打开了这个主配置文件 解压缩对吧 解压缩完了之后呢 咱们就是在这看了一下他的圆满目录都有哪些内容啊 我们可以在这啊做一个小补充叫做2.1 拷贝ngx的配置文件语法高量啊 发给vim的插件目录啊 就比如你看 也是有一点颜色是吧 那我们先不保存退出啊 还是把这一这个操作给他做一下 我们是在这里 然后呢这个mkdir创建一个在用户加目录下创建一个点vim这么一个文件夹 创完了之后呢 我们用cp-r命令地规拷贝把这个ngx的安装目录下所有的一个 vim插件给他拷贝走 在哪呢 就在这儿 你看这个ngx的原码目录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文件夹呀 然后我们说他提供了vim的插件啊 那我们可以用绝对路径啊 拷贝 比如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啊 cd.opt 插件在这个解压出来的原码目录下啊 看明白了啊 咱们可以cp-r opt-tng 然后里边的这个 con啊这个contrib这么一个文件夹 把这里面 而跟vim相关的一个文件夹中所有的内容给他拷贝到哪呢 这个用户就加目录下.vim这个文件夹中走 哎 但是哦 我们呀 是不是得先mkdir先创建一个对吧 在用户加目录下.vim走 然后再来拷贝 好的 咱们把这两条命令啊给他做个笔记就行了 那在我们修改完了这个vim快捷插件之后啊 再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个ngx的配置文件语法啊 我们这时候再来编辑啊 看好了ngx 这个opt目录下 这是原码目录 这是原压缩文件 这个是什么呀 是不是我们安装出来的呀 因此我们编辑安装出来的 conf ngx.conf 糟 打开它之后啊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颜色就已经变多了好多颜色呀 说看起来更好看了一点 对吧 那好 我们呢 现在进入的这个画面就是ngx的这个.conf主配置文件 这么一个内容啊 他的是需要我们专门的去了解一下他的一个语法格式啊 来我们看一下笔记当中啊 老师贴的一个博客来打开他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全部的画面啊 比如说最上面这个框 他说呀是一个全局的指令啊 并且 你看一下这个ngx的配置文件 他是以这个警号所为一个注释符被警号开头的行 他就已经不生效了 ngx就不读他了 并且呢 每一行参数的结尾啊 必须有一个封号结结束 代表本次这个参数配置就结束了 明白吧 因此这是要说的第一个 然后 你看在这个配置文件最外层的 比如这个walker process定义的工作进程书了 error log了 pid了 就是ngx的这个进程id号文件 他都是写在最外层的 叫做一个全局指令 那么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局部指令 就比如说这个events定义一个ngx连接数的 他呢就是通过events关键词通过一个画括号 那么写在这个画括号里面的 他呢就只针对这个events变量生效 明白吧 因此这个walker connections这一行参数啊 代表是一个局部指令 他不会影响外面 只会影响这个events 因此被这个画括号扩起来的中间这个区域 他就代表是一个局部指令 能明白吧 然后再往下看 老师画的底下这么一大块呢 代表着从这个http关键词开始 然后通过一个大括号扩起来 从他一直到结尾 这就是ngx的http语句块 他的一个核心的网站功能 都由这个http指令所控制 能明白吧 那在这个http花括号里面 比如这个include参数了 这个include 它是ngx自带的一个关键词 后面呢就是我们定义的一个值 它就像一个字典一样 就是一个key对应着一个value 就是这么一个自带的关键词 后面定义的值呢 是我们可以自由修改的 能明白吧 好 那我们可以往下翻 像这个sandafair了 tcpnopush了 这些关键词啊 它都是属于局部变量 是不是因为它在这个http花括号里面啊 这能看得懂吗 然后呢 你看你往底下走 当我们看到这个欠套的一个代码块 从这个http花括号里面走走走 我们发现在这个花括号里面啊 又出来一个花括号啊 这个呢 就是你看 它是通过server关键词定义 这是呢定义这个ngx的虚拟主机 这么一个功能 我们在学这个apache的时候 是不是也了解过虚拟主机啊 在ngx这里啊 它的配置比apache看起来简单的多 它只通过server这个关键词 然后通过一个花括号 那就是说呀 来我们把这一个区域扩起来 这就又是一个局这个局部 区域块了啊 通过这个server关键词呢 可以定义一个虚拟主机 然后通过花括号扩起来的里面这些内容啊 就只针对这个server生效 比如说listen80 这就是因为为什么ngx默认的端口是80端口了 是因为这里写的是80 如果你在这写一个81 那么ngx的入口就变成81端口了 明白吧 那么这些详细的参数啊 咱们先不着急给大家慢慢讲啊 那 哎 由于这里啊 它这个代码没有给它贴完 其实啊 它在这假设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在这给它加一封号啊 给它放大一点 然后呢 咱们给大家画一个图 来 假设现在就是我标出来的这个框 他呢 就仅仅针对server这个标签来生效啊 他的括号的开头在这 括号的结尾在这 因此啊 中间这一块配置 就仅仅针对这个server生效 能明白吧 然后比如说server这个虚拟主机 标签里面定义的这些功能参数 那他他都仅仅针对这个server生效 哎 你会发现在这啊 又多了一个中国号 因此啊 这个ngx的配置文件 他是通过这么一个画过号来表示这么一个代码作用域的啊 来 这一块呢 是通过一个location参数 定义了一个ngx的路径匹配啊 代表ngx的这个网页根目录 然后呢 里面的这俩参数啊 他又仅仅针对这个location生效了 能明白吧 好 那我们再重画一次啊 让大家看的简单一点 在这比如说这有一个画过号 因此这个server虚拟主机配置 他就分为几块啊 来 这么是一大块 然后呢 这么是第二大块 能看明白吧 那讲道理啊 在 他 他 最外层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 画过号啊 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这个http画过号啊 能明白吧 好 这是ngx的配置文件 他的一个语法格式 那我们呢 再用实际的一个操作 在这个linux的命令行里边来教大家 怎么看这个配置文件啊 我们 clear清评 我们呢 来 进入 进入到opt淘宝ngx conf目录下 我们呢 把这个ngx.conf 给他做一个备份 ngx.conf 然后.back 我们呢 编辑这个 已经做完 哦 这是mv mv错了啊 mv是给他改名的 是不是啊 那我们可以这么玩啊 cp 把这个 ngx.conf.back 给他再拷贝回来 走 LL 我们看一下 此时是不是就有了一个 主配 你注意了 必须名字叫做ngx.conf 明白吧 如果你给他改为了.bak 他就不识别了 因此 他是主配置文件 他是备份的文件 他呢 是这个ngx默认的一个配置文件模板 OK吧 那好 那好 我们在这打开这个主配的文件 走 打开了之后呢 老师来做这么一件事 把无用的参数啊 全给他删了 让大家能看得清楚点啊 滴滴空白删掉啊 那像这样的注释行啊 咱们 先留着 先不着急删啊 滴滴滴滴啊 然后 咱们可以把这些日制参数啊 全给他删了 好 然后 老师为什么做这么一件事呢 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更清晰的 看懂这个ngx的配置文件啊 咱们能把他的这个配置文件语法先给他看明白了 就OK了 好的 那本来很长的一个配置文件 被老师这三下五出二这一改啊 就没了 此时呢 看起来就很简单了 同学们啊 看一下 此时这个配置文件 咱们用冒号setnu 一共才多少行了呀 ngx的配置文件只需要这26行 他就能够正常运转了啊 来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ngx主配置文件呢 来 首先他分哪几块啊 比如从这个一到第八行啊 他就代表什么呀 那一到八行 表示ngx.conf的全局配置参数啊 为什么这里说他是全局 因为这里啊 有局部的啊 来我们这一个这括号是个什么鬼啊 哦 这是那个光标啊 好 那我们重来一次啊 来 我们看一下从第一行到第八行是什么呀 叫做一到八 ngx.conf全局配置参数 好 然后呢 比如这个 咱们用框框框起来 9到11行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 9到11行啊 定义ngx的连接数啊 限制 就是属于一个余物配置参数啊 这个 walkr 参数 咱们是不是说了 他仅仅针对这个以为此生效能明白吧 好 然后再来下一个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从他到他 来 说 来咱们记下来啊 ngx最核心的配置参数啊 都是通过http这个大括号标签来定啊 是不是这意思呀 你看 http大括号 他的 左括号和右括号 是不是就做了一个闭合呀 能明白吧 然后 这里面的这些参数了啊 这个英克路的 咱们先不说他什么作用啊 啊 default type 以及这个sober 123 这三个就是被http所控制的 咱们看明白了 你看 啊 英克路的 啊 default type server 这三个参数就是由http 所这个定义和控制 那有同学疑问了 那为什么这个location这个关键词参数 老师你不给他提上的 是因为啊 这个server这里是不是有个大括号啊 从server这里的大括号 从他到他 这又是一个局部作用用语了 来 那我们给他做一个颜色区分啊 比如这个12到26号啊 是这个ngx最核心的配置参数 咱给他换一个比如这个蓝色吧 好 那我们把里面这个有关虚拟主机的配置给他也换颜色换于绿色吧好 咱们给他加上注视 这个绿色的虚拟主机配置是从16行到25行是不是啊 16到25行是ngx的虚拟主机配置啊 属于局部层面守住 那我们画一下啊 像这样的listen了 server name了 location了 他是不是就属于被这个server关键词所定义啊 明白吧 好 我们可以给他写下来 Listen Server Nate Location 三个变量 由这个Server 标签所定义 这看了明白吧 然后最里面一层 咱们就不给大家多介绍了 是不是自己就能够看得懂了 咱再给它换一个颜色 这个Location 是不是又来了一个大括号 它又代表着一个局部变量配置 比如这个root参数了 index参数了 就仅仅真的这个Location生效了 这是NX配置文件 这么一个嵌套关系 咱们给他看明白了 好 那咱们就不保存退出了 咱们来编辑这个主配置文件 发现它的内容 已经是没法修改了 那好 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件事 这个cp把ngx.conf.back 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配置文件备份 把这个备份的配置文件 再给它拷贝进来 并且给它覆盖 走 此时我们打开ngx.conf 它原有的配置文件 信息是不是都已经有回来了 好的 那我们说到这儿 是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 这个ngx的配置文件 它的怎么去看懂ngx的一个配置文件 好吧 好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